好同学们 那么这一小节啊 我们要书写代码去完成一下咱们保存学员信息的功能 那么首先啊 同学们想一下 所谓的保存学员信息啊 无非是不是就是把我们系统已经处理好的学员数据 我们写入到Student Data这个文件里面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同学们 咱们继续思考 如果是一个文件写入内容 那我们是不是得按文件基本操作方法 第一步打开 第二步写入 第三步关闭 是不是才可以 那么接下来也就是说啊 咱们保存学员信息 无非就是文件操作的基本三个步骤而已 但是 哎老师要强调一下 文件写入数据的时候会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我们提了两点注意事项 那同学们咱们回顾一下 关于写入数据 第一点注意事项是说 我们文件里面写入的数据 它不能是列表里面是对象的内存地址 因为内存地址就是一个编号文字 我们把这样的编号文字存储到文件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实际价值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列表里面 是学员对象 内存 去转换成什么呢 列表里面是字典 是不是才可以 那么如何完成这个转换呢 同学们来看一下 转换方法就是这行代码就行 一行代码即可 那同学们来看一下啊 这一行代码是不是就是定义了一个变量 并存储了 哎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是 哎列表推导式 或叫列表生成式 我们读写是不是从for开始 便利studentlist这个列表 那i是不是就是我们列表当中的学员对象 那老师问 返回值是不是就是i.dict属性 那老师问 i.dict属性一定要用 返回的是什么 是一个字典 字典里面的数据 就是我们对象的属性和对应的值 对不对 那接下来同学们啊 这个列表推导式返回的 是不是就是列表里面是字典数据 那我们把这样的数据推导生成之后 是不是存储到new list这个变量 那么接下来数据有了 是不是做写入就行了 但是呢 在写入的时候啊 我们还有一点注意事项是说 文件内的数据有要求 数据类型是s of true 所以呢 我们write函数写入的时候 切记把我们的new list 是不是要转换数据类型 转换成什么呢 是不是str转换成字符串 然后是不是再缺写入 是不是就ok了 那最后一步呢 咱们是不是要f.close 调用关闭文件的函数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啊 这就是我们关于保存学员信息的 这些代码以及思路 那么接下来啊 同学们 咱们就打开派查目 咱们亲自啊 把这些代码进行一个落地 那么接下来打开派查目 那么打开派查目之后 同学们啊 我们是不是要找到保存信息的地方 那么把这个print啊 咱们就把它删除掉了 换成什么呢 咱们的代码 那首先啊 老师把这个步骤先放在这 我们第一步是不是应该打开文件 第二步呢 我们是不是就是文件写入数据 对不对 那么第三个步骤就是关闭文件 对不对 那接下来啊 咱们从上开始 第一步打开文件 如何打开 啊 open函数 第一个参数 是不是放上我们的student.data 这个目标文件 第二个参数呢 因为我们是写入数据 那所以我们的打开文件的模式 必须就得是w相关 对不对 好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是不是创建一个文件对象 那么接下来啊 同学们 我们打开文件 是不是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是不是就到了 我们文件写入数据 这一步骤 那么当然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文件写入数据 是不是要有两个注意事项 那咱是不是把这两个注意事项 都得把它注意一下 那么第一个注意事项 同学们还记不记得 我们要做的事情 是要把我们列表里面是 学员对象 这样的数据 我们是不是要做转换 转换成什么样的呢 是不是就是列表里面是字典才可以 对不对 OK 那么接下来啊 这是我们的2.1 那同学们2.2呢 是不是就是文件写入 但是写入什么呢 字符串数据 是不是得先转成字符串 再写入 OK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现在要做的 是不是2.1 2.2 也要去完成 那么接下来啊 同学们老师问 2.1如何完成 那么完成方法 是不是就是 我们来一个列表推导 是 那么接下来返回值呢 是不是往前填 返回的是不是得是 收集了对象的属性和值 返回的那个字典 那是不是就是 I.下号线下号线 DICT 下号线下号线 对不对 OK 那么搞定之后呢 比如说我们把它存储到一个变量 叫做new list里面 那么同学们 我们2.1 是不是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 文件写入 那文件写入 是不是就是 F文件对象 调用right 写入的是什么 字符串数据 那其实我们写入的 是不是就是new list 但是啊 new list是列表 那不行 是不是我们得先把它转换一下才行 那转换成字符串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函数是STR 那小括号 是不是就是我们要转换的目标 我们这里放上new list 那么紧跟着呢 我们2.2完成之后 是不是再把第三个步骤 文件关闭的代码 把它实现一下 那么截止到此呢 关于我们保存学员信息的代码 是不是书写完了 但是同学们别急啊 咱们是不是应该回到main 我们要启动这个项目 然后呢去验证一下 能否保存数据到文件 接下来打开main 然后我们右键run 那么与此同时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要去干什么 添加一个学员 对不对 那接下来啊 我们调用功能序号添加学员的1 确定之后呢 我们输入一个姓名 输入一个性别 以及手机号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 是不是调用保存功能 那即我们要去输入一个功能序号为6 敲回车 那回车之后啊 同学们 我们这个时候会发现啊 哎 那如果我们调用了功能6 是不是应该以w模式打开一个文件的 但是啊 同学们注意 咱们以w模式打开之后 咱们的根目录里面 是不是并没有student.data 那没有的话 w模式打开 是不是会创建这个文件 那但是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的项目目录里面 有student.data这个文件吗 哎 是不是并没有 那么接下来 是我们的程序有问题了吗 哎 接下来啊 同学们别急 那我们为了验证程序 到底有没有问题 咱们应该这样做 回到我们的桌面上 扣的文件件 展开项目跟目录 看看我们的操作系统当中 这个文件件里面 有没有.data这个文件 那接下来 同学们回到桌面 大开扣的 大开项目根目录 大家来看一下 student.data在不在啊 哎 在的 那么接下来啊 同学们回到派场 那我们的派场当中 稍微缓冲了一会儿 是不是也加载到了 .data这个文件 那么与此同时 咱们打开这个文件 同学们来看一下 我们存储的数据 是不是没毛病 已经完全存储进来了 对不对 哎 那么这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文件 保存功能 是不是已经 哎 书写完成 且验证成功了 那么接下来啊 同学们 我们关于文件 要写入数据呢 这不是操作的代码啊 我们已经实现了 那同学们 跟着老师 回到笔记当中来 做一个回顾 打开笔记 那同学们注意啊 其实关于打开 关于关闭 这两个步骤 没有什么好理解 好解释的 唯独就是写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为的是数据 真实有效 且能写入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 要把列表里面 是对象 转换成列表里面 是字典 对不对 哎 那我们通过 列表推导式去转换 那么再次 写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 STR转数据类型 再写入 是不是才可以 那么这两点 注意事项 同学们课下 要多理解一下啊 好了 那么说到这儿啊 关于我们 保存学员信息功能啊 我们就实现成功了 那么老师呢 把咱们这一小节的视频 先稍微暂停一下啊